不要玩各種小把戲 當一個總統要有總統的格級 我告訴你 我說我絕不要求交保的時候 當我曾淼洪曾博士訪問我 我也這麼說 彭文正訪問我也這麼說 所以有很多支持我的人就說 哇 霸氣 認為說帥 其實我在賭命 你知道嗎 我說我在玩一場人生非常大的好賭 因為我只有兩個結果 不是釋放就是收押 我在賭 我把一個交保的選項我完全不要 我說我是無辜的我是無罪的 為什麼要申請交保 如果今天我申請交保 不管今天交保是50萬100萬200萬 跟釋放 對於人民的你們的感受會是什麼 完全不一樣 完全不一樣 彭文正他知道這件事情之後有沒有說什麼 他就說他要當被害人 他要像打電話給台東地檢署說 你們徵求被害人 我是被害人 彭文正這麼說啊 彭文正他們是不是在美國 彭文正現在在美國 他們也要開記者會 準備在美國告台東地檢署的人 我們台北兩地一起進行 地檢署發布的新聞稿 這個新聞稿是散佈全國的 所以呢我會在台北地院告 以避免台東地院跟台東地檢過分熟了 院檢太熟 所以我在台北告那個 謝孟夏主任檢察官 他是發布新聞稿的人 那另外違法搜索的部分 我告的是主任檢察官陳小倩 跟檢察官羅宜德 違法搜索的這個部分呢 是還有一個台東縣警察局的 當時的偵探隊隊長 他們三個人帶隊來搜索 所以告了這三個 那這個因為搜索地點是在台東 我不得不在台東告 另外就是羅宜德的羈押申請書上 既在不實 我告他這個公務員登在不實罪 他可以把我說台北到台東 我因為要出庭買了幾張火車票 預先訂購的火車票 他都可以說成說 我居無定所 行蹤不必 然後呢 我在地檢署的居留室的時候 黃小姐被不知道哪個檢察官 問他 問完以後 經過我的基留室 往前走的時候大喊 他也不知道我在基留室裡面 他就大喊說 這筆錄根本基在不實 根本不是我講的 我聽到這個話我就大喊說 我說筆錄基在是實的你就簽名 筆錄基在不實你就不要簽名 我就講了這句話 然後呢 我呢 擠壓申請師說 我大聲的跟黃貴欽 黃小姐參共 公然參共 我講的這句話有錯嗎 一個我沒談案情 第二個我只說 筆錄實在你就簽 筆錄不實在你就不簽 然後他就把這個當成說 我跟黃小姐公然的在基留室參共 然後參共呢 當成擠壓我的理由之一 第二個說我基無定所 有逃亡之一 當成是擠壓理由之一 我憑這兩點 我當然要告他公務員登在不實 你的擠壓申請書是 亂寫嘛 對不對亂寫嘛 只不過擠壓申請書 沒有對外公布 所以我沒辦法告他這個 這個壓重回報 我只能告他公務員登在不實 而且也只能在台東告 也不能在台北告 唯一能在台北告的就是 這個台北地檢 台北的這個地院告的就是 台東地檢署的新聞稿 那個新聞稿 被中央社拿去以後 它的標題就是 我是偷胎狂 我是偷胎狂 然後見清見改 有一個檢察官說 說我的店裡面 裝了隱藏式的這個攝影機 沒有一個是隱藏式的 而且也不是我裝的 是星光寶全裝的 監視器也是星光寶全裝的 所以我裝為什麼 一求自保 因為前台灣都有很多這種店 是晶瑩色情的 叫做黑的 我說我是律師 我聽不起人家 說我的店是做黑的 對不對 所以我必須要有監視器自保 第二個 我也很怕消費者客戶 會告按摩的小姐說 我的女朋友說 你性侵害我 或者你性騷擾我 現在她是告的是 傷害我 對不對 女生對女生也可能性侵害 也可能性騷擾 不是沒有可能 還有一些消費者 消費的糾紛 所以我必須要裝這個 這個監視器 當然還有一個 另外一個功能 就是當道 全部都在保全手上 我怎麼會有呢 證明不是無故的 而且不在我手上 我覺得最可惡的是 她明明知道 她已經找到星光保全 她明明知道是星光保全 幫她裝的 然後是星光保全提供給她 她已經知道了 雞加生理書也寫了 竟然現在變成召開記者會 變成 都是我偷拍的 對 就變偷拍了 全部都是我偷拍的 隱藏私攝影機 有夠離譜了 所以說我們不得不站出來 你知道嗎 這太離譜了 一開始抹黑了 已經可以模糊焦點 抹黑你 你認為沒關嗎 一定有 有銀三百兩 這裡已經不是此地無銀了 此地有銀三百兩 這是真的 今天要推薦給大家 使用我們這一台 旺旺水神微酸性電解 次氯酸水的生成機 好這一台呢 其實非常適合 不論你是日常家庭使用 又或者是你家裡頭是 開門做生意的 有很多防疫需求的話 都非常的適合